哈喽 大家好 欢迎收看游飞将 为您带来的熊猪嘴巴C实况对战解说 这场比赛有一配的灯神对一配的火球兽 看一下手法精彩的绝 两变三限定角色的抢三比赛 手法有力对战老罗 开局火球兽战必点到机会 好 下火 哎哟 这座浅浅大声龙真感触啊 跳CD跳机力三连跳CD 可以的 最后一套带走 好 下火 开局就是无伤 啊 捆墙 看一下灯神这边能够稳住 相信大家都看得出来对吧 双方三个限定角色分别是卢卡尔 而且是必须理模式的boss卢卡尔 再加上冰还有游吏 那对于双方的限定 这个顺序还有模式呢 是没有任何的限制的 最少 圣龙升空被缺凡 但是缺凡做的病子很到位 狂老罗继续 哎哟 空中蓄力各种低王波 看一批灯神这边气条闪动 可以在气条闪动的期间无限凤超杀 啊 跳GD两连级 是呢 漂亮 老罗非常的强势啊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火修术这边 日发舒逞的游吏 能否稳住 可身材完全不出正比啊 对吧 嗯 只有力收留一颗资源 下一下地倒地好的 减重点中 BP的AB受伸 付出惨重代价 哎 下地继续追地 应该是一头带走 漂亮 那火球术这边还是稳住了啊 宝石住了自己的人数差 还有自己的优势 灯神这边最后一个手底的 只能说这三个限定角色呢 很讲究啊 对吧 首先有灯神的主力 也有火球术的主力 这个扳气游吏 还有一个双方都比较擅长的卢卡尔 看点非常足 没错 接下来这手听 各种的前前进攻 在火 还有这手六臂打乱动 屁股连开始 这手错失了 而这个原地实施高挑付出惨重代价 这波应该是一套被带走 空中再接超杀 肯定是要的啊 毕竟EP是EX模式 不接白不接 起身凹一波圣龙凹中了 但是灯神还有强反 怎么都是没 没错 看一下火球术这边 双方手底轻的内战 两边不约而同呢 都把轻手底 这个角色确实比较稳健 而且连段呢 双方都比较熟悉啊 来 双方都是 对吧 闪光状态 没错 这叫算是强打 扭切超杀 现在灯神可以放MIX超杀了 来 不解 黑队才是拉开距离 灯神这边血量比较少 还是比较谨慎啊 看一下 最少漂亮火球术 幻影很快啊 直接去刃 你撕血 哦呦 带走 这下运气不错啊 当然了 这火球术也有犯错的资本 对吧 这血比较多 而且有强反 比较0比1 那看下一局 我只能说 这个赞助的赞助商啊 有心了 有心了啊 这三个角色很考究 对吧 看一下这边 双方依旧不变得顺序 手法依旧是板几有力 对战 卢卡尔啊 这手前前 对次到日记的落点 这怎么开局都小跳啊 看一下地 嗯 哎呦 这手裸一地真感触啊 又是生龙 又是贴脸撞的 可以 这手生龙帝王波循环 哎呦 这下又缺乏了呀 这火球术有点迷啊 这波操作 呃 我只能说 的确 对吧 唯一的解释 就是可能火球术想打对手的心态啊 这波生龙如果再中了 那灯神绝对心态崩了啊 但是可惜没中 对吧 而且大概率也不会中 看一下火球术这手有第三颗性 选择暴戏啊 但这手好家伙直接被带入了 前前C一波连段 暴戏只为发光 很难受 哎呦 双方各种的心拳护点 哎呦 漂亮 这手超杀对抗 这次到1B的6B 哇 这手反应速度绝了啊 漂亮 爆裂场机 接上霸王响口拳 这波一套带走 nice 慕尤芬说啊 只要你给我一丝的操作空间 那我就操作给你看 看一下灯神这边的卢卡尔 能够稳住 好的 参见者对抗 哎呦 空投 漂亮 这手连跳 被2B找到节奏 大波直接跟 跳CB 再抄他 这波明天一跳带不走 但是1B的1B受伤被揍 还好自己 有力这边连段也失误 旁边都有失误啊 哦呦 这老罗 疯狂的跳攻击 2B要破防了吧 怎么说 好的 还是乱动啊 这个位置灯神就是不给你让出来 没错 就看谁能沉得住气 但是毫无疑问啊 主动权在灯神这边 那看下一回合 看一下火球兽这边 最后一个手底的king啊 来吧 嗯 这下尾逆向 但是2B临时反应过来了啊 很明显 大点就中了 弄伤这边逆向 哦呦 感觉这老罗酒吧 跟银尔的这个判定没有差太多啊 基本都是一样的洗手 2B交出强反 漂亮 空中超差直接跟 满机缘啊 接一下没有任何问题 看一下起身怎么折 哦呦 这卢卡尔好像会起身直接凹 凹中了 这下对于灯神来讲说毫无疑问 是最优惊 把凡脚王只剩一丝血了 与其说跟你立回呢 我不是说凹一下 凹中了 我血赚 对吧 肯定能一套带走你 毕竟我是EX模式 血条闪动的时候 是可以无限风超差的啊 误出所量 一分一笔 那看赛点争夺战 毫无疑问灯神是做得最优惊 对吧 我赌赢了 我就直接一套带走你 我赌输了 我也是不亏的 对吧 这个结果也是可以接受的 看一下这场 游历对战 卢卡尔 火车叔感觉自己的老卢 是非常的自信 每次都首发 这边游历可以的 吃一剑掌一致 接受二则 老卢也是一剑掌一致 起身直接跟强普通头 连跳逆向 片头一皮的超杀对抗 这一下直接推板 还有老卢的伤害 三连跳CD 巨人压杀 再来超杀跟进 对不应该是一套带走 采剑者华丽收藏 优雅永不过时 那看下一回合 还是要来灯神的 二八出场的卢卡尔 没错 中续力帝王波 再来帝王波 哦呦 跳地过来 好家伙 大家可以点击一些大抓 梦回前方二 没错 哦呦 看下这灯神 气条闪动 马上血条又要闪动了 但是这边跳地 直接被二批确认 两个超杀直接怼过去 好家伙 直接秒杀 可惜了 灯神这边 王煞 没出去 对吧 杠上开花 就差一个点炮了 结果 对手先胡了 很难受 这边看一下火车数 原地小跳中腿 大众机会难道穿三 在这边跳机里 空中连断失误 这手 前前A责重 可惜 一定没有敢确认 或者说打点手有点高 为了求稳呢 落地是没动 这边反而给火车数 吸溃了呀 对吧 漂亮 这手 AP闪神打得很好 空中Mix超杀 还能继续取消 应该能反杀 毕竟是 血条闪动的EX模式 这是个定时炸弹 对吧 那不杀 则以一杀 那绝对是要 惊天动地的 漂亮 潇洒 看一下火球树这边 日发出场的 反击百合 来吧 看一下灯臣 能否反三 嗯 漂亮 下动者被缺乏 感觉APC集系呢 这个时候 也是张检出来 它的作用了 连断之中 可以带超杀 舒服 一套三两套死 怎么则 好的 闲小跳 哎 好家伙 火球树估计没想到啊 登神使用前跳进攻啊 前跳进攻的中段呢 是你只能绽放 对吧 但是EX模式的 前前重攻击呢 看起来像跳攻击啊 但实际上是可以蹲防的 没错 就有点像克里斯的 跳CD一样啊 那火球树刚才 明显是大意了 对吧 这种蹲防的 错觉的安全感 那确实是会害人的 哎 两边同时后一臂 看一下听的内战 哦 好的 原地是这高跳CD 超杀直接跟 两个超杀直接怼 二臂还有强反 那肯定不会任命 对吧 好吧 但是也尽此而已了 比分二比 那看下一局 看一下火球树 能不能追回比分啊 我觉得火球树 还是可以的 对吧 看一下 主要还是看排序啊 这角色不会有任何的变化 嗯 这边灯神选择接招 两边是顺排内战啊 一样的顺序 看一下这边 首发卢卡尔内战 哦呦 这 较量空中蓄力 延迟落地时间呢 变出了一臂的生龙 但是因此而已了 这就跳CD 终身还是找到机会 但由于是EX模式啊 这没有资源的时候呢 爆发确实是欠佳 火球树树边收留一颗资源 要不要选择爆气 我就可以考虑一下 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机会 嗯 哦呦 跳CD 哇 这下可以的 可惜前断输 可惜了呀 裁剪者 那这样的话 灯神以极大的血量优势 拿下的第一回合啊 压力给到火球树这边 这边是局势上的压力 还有心理上的压力 看下游力AB收成起来 直接被点下盘 难受 跳CD两连击 裁剑者 空中帝王波 空中帝王波 被游力好的 跳地落地溜鼻 利用对手的防御用水 还有自己的有力加针呢 去做一波多则 哎 哎呦 漂亮 裁剑者对抗 哇 灯神感激天的生龙 忽然准了起来啊 两个超杀直接带走 我的天哪 感觉灯神要直接拿下了啊 看一下火球树这边 最后一个手提的King 能否立完狂蓝啊 虽然我觉得 难度不小 但是还是有机会的 毕竟资源很多 至少暴戏 哎呦 AB收成起来 完了 这枪板也被打掉 那没了 这枪板都没了 这 赢面太小了 看一下 RT这种暴戏 哎 跳CD 漂亮 最后一秒 完了 这超杀也打空了 这 结束了呀 这心态肯定崩了呀 灯神 游刃有余 对吧 各种蓄力 帝王波 罗伊帝也被逃生 一丝险 游戏结束 哎呀 哎 但这边好吧 狗跳骗球 一批的生龙 怎么说 我感觉这波是能反杀啊 难道说能翻盘 反杀是有点难啊 这血量实在太少了 但是好在呢 灯神这边是EX模式啊 这人数差扩大的再大 也不可能 波及到这个资源上啊 所以说 火车术还是有 唯一的资源优势的 可以利用这波资源差 去打一波速攻啊 但是灯神开启 ABC机器 好吧 那资源优势也是没了 但这手罗伊帝还好 但是又一个罗伊帝 就是有问题了啊 ABC机器下屏就要点中 或者说感觉要残血反杀 就要反三 好家伙 撕血反散能做到吗 拭目以待 超杀指着根 走 空中再一个啊 这手拼 已经完全是属于 拼附体了啊 没错 火车术跟King 已经融为一体了 天下这一局 灯神的King 如果说被反三 我只能说 灯神的心态 毫无疑问 会受到打击啊 而且不小 对吧 就差你一丝丝 也没有带走 那肯定很后悔 这手超杀直接裸 还好没有裸装 这手下臂战C6 继续连断 可能是想骗2P的想法 看下灯神这边 终于找到机会 哎呦 2P消除想法很果断啊 漂亮这手 熬中了啊 超杀直接跟 灯神还在忍 灯神选择 以最稳健的方式 带对手走 但这边 可惜啊 血条还差一点点闪动 但是没关系 好吧 完了 这下真的翻盘了 兄弟们 对手滑闪绝了啊 这刚才灯神 很明显在卡 这个最极限的血量 对吧 想以最稳健的 灯式打法 去带走对手 可惜啊 就差了那么 一丝丝 自己的血条 就闪动了啊 可惜 真是无巧不成书 对吧 各种的巧合 灯神差一点血 没有带走这个king 然后最后 差一丝血 没有血条闪动 我的天哪 真是无巧不成书 一分2比2吃平 你看最后一分的争夺 这场比赛打满了啊 非常精彩 开局一臂ABC机器 火车速前充下臂 来剩一套 开局就是速攻 前前下臂三点再点 帝王波跳CD 跳CD 跳CD 吃人压杀 带他走 感觉火车速要直接 赢下这局比赛了啊 这气势已经打出来了 而且看得出来 对于灯神的影响 非常的大啊 看下灯神这边 日发舒适的反气百合 能否稳住 开局ABC机器 再机器 好的气条闪动 看这边 为什么没有确认连断 反而被火车速 找到机会 好家伙 难道被穿三 宫中 帝王波 跳CD 出咖 哦呦 漂亮 二三四再来一次 两个超杀直接跟 然后再一波裁剑者 完美受关 看一下灯神这边 最后一个停 游戏结束了啊 荒回路转 对吧 除非灯神也上演一波 反三大戏 跳CD找到机会 但是由于EP是EX模式啊 没有戏源的爆发 基本是 被忽略不计的 痛不痒这一套 我就说找到机会 漂亮 而且大概对灯神 想要空血去 卡这个灯神 打法 没错 但这种情况 我觉得灯神 应该要务实一点 把保一下龙硕率 这招片的滑坦过波 2P的蓄力帝王波 付出代价 我就说有点浪啊 这首空中超大几个梗 但是应该是带不走 哇 刚刚好吗 我以为会留一丝血皮 可以的 那这样的话 不好说了 看一下火车出 这首反击百合 他们说灯神 要怀疑我反三吗 好的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啊 掉两只的裸一臂过波 我的天 哇 怎么这么像啊 兄弟们 看来人类从历史中 学到的唯一的教训就是 人类不会从历史中 汲取任何教训 啊 来 超杀之也裸 漂亮 这边 巨连段 哇 这下灯神卡 血量卡得很准啊 正好血头闪动 后后 骗住日皮的生龙 但是没有做鹊 反 或者就是如果能稳住 那就可以了 对吧 现在没有必要进攻 手里有两颗性 你碰我就CD反击 但这边好吧 还是被找到机会 EX模式 这时候前前 确实速度太快 本来刚才火车树那波 对吧 抽的有两颗资源 只要你碰我就一颗CD 还是有利回的资本 但是可惜啊 没有被付诸实现 这手好的钱钱钻当 日皮的原地 其实高跳付出代价 不会吧 不会吧 要反三吗 接下这手镰刀腿 攻中取消 超杀根吗 没有 选择跪一段链 但是这边起层牌 被凹了出来 火车树还是比较果敢的啊 这下灯神选择忍住 哇 超杀再裸 而皮又是原地 真是高跳 付出代价 而皮交出强盘 但是灯神的强盘 还没交 没错 灯神还有强盘 灯神打法 还慈爱 用进门 人家最后谁能胜 啊 这手先前片头 敦子无法拆普通头 漂亮 真是胜负一念间 超杀直接带走 带来关注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这场比赛 真是荒回路转啊 没刺激了 真是谁都猜不到结果 好吧 都猜有 我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